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四星较小 环拱于旁 国旗的方案定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制作 1949年9月29号 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干部宋舒信 接到一个紧急任务 要制作一面旗帜 要用红筹做漆面 用环段子坠上五颗五角星 这是一面巨大的国旗 那个时候新中国国旗的设计方案刚刚公布 各地人们几乎是把红黄布料抢购一空 做成了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 那如何找到足够的布料就成为了一个难题 9月30号已经跑遍大小布店的宋舒信 保持最后的希望来到大石拉尔的瑞福祥 说明来以后 瑞福祥立刻全店动员 盘点库存 最终在一个地下库房里翻出了几块红筹和半匹黄段 随后宋舒信找来了记忆最精湛的师傅冯志国旗 做到一半呢 大家发现黄段子的尺寸 无论怎么样都无法完整地剪出最大的那颗五角星 唯一的办法就是拼接 最终工人师傅小心翼翼地在大五角星上接了一个尖角 直到10月1号凌晨 这面国旗才最后完工 几小时以后 天安门城楼上 毛主席按下升旗按钮 伴随着义勇军进行取得铿锵音乐 五角星红旗徐徐升至旗杆顶端 这一神圣的时刻与画面 永远铭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昂首站立起来 七十余载间五星红旗见证共和国在前进中走过的每一个脚印 而华夏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五星红旗的护旗手 明天的百年印记继续讲述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